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喜剧片《外星人保罗》 电影主要讲述了科幻迷胖哥《寿地》 巧遇外星人保罗并一路护送他重返家园的故事 影片开场仍然是大家熟悉的荒郊野林 空旷草坪式标配 很显然 这样的环境下最容易发生神秘事件 屋内一只叫保罗的狗躁动不已 夺门而出 紧随其后的小主人 亲眼看见保罗葬身在一道宏光之下 时间回到现在 胖哥与寿地是来自俯国的好基友 一路被人当作同性情侣 但其实两人只是纯纯的友谊 胖哥是个年轻有为的科幻小说家 寿地是他的专属叉叉叉叉叉叉叉画师 两人千里迢迢奔赴美国参加动漫展 顺道探访外星人爱好者圣地 内华达州的51区 为了方便旅游 两人坐来一辆巴士房车 一路驰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两人竟然在马路边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他就是我们的绝对主角外星人保罗 胖哥很没肿地被吓昏 而不是吓酿吗 寿地则在与外星人沟通后 答应烧上一程 原来60年前因飞船故障在地球坠落的保罗 被科研基地囚禁研究 而竟终于逃出来 他一心想回母星 而科研人员却对他穷追不舍 不久后胖哥终于醒来了 他表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只是想见效外星人 并不想与外星人亡命天涯 可事已至此 大家决定还是要帮保罗回家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追踪外星人的不仅有联邦探员及地方警探 幕后还有个终极大boss 路上胖哥哥寿地听皮子保罗吹牛吐槽 觉得外星人和人类并无喜好上的差异 保罗喜欢酬员喝酒 听流行音乐 唯独比人强的是他有超强的治愈能力 晚上他们在一家汽车旅馆赠住 遇见了漂亮的善良妹 在一个偶然的清晨 善良妹因陈述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躲藏在厕所的保罗起了冲突 忍无可忍的保罗直接出现在善良妹面前 不出意外的 也把善良妹吓尿了 不失想晕了 为了不使秘密暴露 只好带上善良妹上路 循迹而来的联邦探员一行人 也得知善良妹被绑架的事情 并从善良妹父亲口中得知 善良妹正是被外星人绑架的 画面转到另一边 此时善良妹也终于醒来 并继续与外星人争论 世界是神创造的等等之类的话 总是就是不相信科学 为了彻底重塑善良妹对世界的认知 外星人通过一年传递 提升了善良妹对世界的认知 颠覆三观的善良妹接受不了愤怒下车 兽地一追上并劝慰 即让善良妹重新接受了认知 并对兽地产生了一丝好感 答应帮外星人回家 为了感谢善良妹 外星人用超能力治好了她的眼睛 险下还生的逃命大巴终于驶向目的地附近 他们买了外星飞船登陆所需的发射信号 就快到达终点了 外星人竟然要求大巴车在一处房子前停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就是60年前保罗坠落的交外 房子里住着当年救了保罗的小女孩 如今她也是冒蝶老人 老人见到外星人在那一刻无比激动 回忆起以前的争容岁月 还没寒暄够就被拼命赶来的猎杀外星人的警探给破坏 两队人马为了抢挪外星人发生激烈枪战活动 好在这里面有个猪队友 自己将自己团灭了 只有一个联邦警探幸存下来 一行人继续坐大巴车 赶往外星人集合的地点 此时终极大boss终于闪亮登场 但在胖哥受敌的联合夹击打下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而之前一直跟踪外星人的联邦警探 原来一直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暗中保护外星人 小甜甜承认之前误会她了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大家一片欢喜准备庆祝之际 善良妹的爸爸出现了 并开枪直中兽地要害部位 眼看兽地就要这样死去 外星人再次利用自己的超强治愈能力 让兽地七死回生 最后的最后 保罗放心不下当年救她的小女孩 也就是现在的老奶奶 盛情邀请她去外星生活 再如片头一道亮光一样 保罗重回外星 一切回归平静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收看更多精彩科幻电影 记得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见